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首非常著名的来自于世南的禅 也是哲理诗啊 垂蕊引轻路 流响出疏童 居高生字远 非是戒秋风 在这里呢我们一般呢把这个戒是写作这个戒啊 一般是写作这个 但是它也是这个凭戒的意思啊 戒秋风 那么在这里 哎前那两句写的是禅的这样一个状态 对吧 比如说什么触角地下去去喝这个清泉啊 轻路啊等等 对吧 流响出疏童常会叫嘛 对吧 所以说哎这种清脆的响声从这个梧桐树中呢 就散散发出来 然后居高生字远 哎也就是说我处的地方特别的高 然后呢我这禅的声音啊怎么样 就散播的远呢 自然而然的 非是戒秋风 也就是在这里 哎我这声音大 哎并不是借助的 凭借秋风的 是我自己的 本来身大 居高 身更大 对吧 所以说有一个这样的意思 大家似乎就明白了 哦 我声音大 不是借助外力 是我自身的 哎是不是有点 这个借物与人的像一种感觉呢 人又崇高的道德 卓越的才能 不需要某种外界的凭借 哎 这种名声自然会传的非常非常的远 对吧 哎不需要我说我自己有能力 我不需要别人的推荐 我不需要别人的这样一种推推推荐或者说推力 爱外力 我只需要自己就能够把名声传得很远了 对吧 所以说在这里啊 有这样的两个例子 非常经典的例子告诉大家啊 好 下面是王安石的灯飞来风 那么这也是 特别是在后面这两句啊 真的被我们经常用作哲理诗 诗中理的这样一种典范啊 飞来山上 跟我一起读啊 飞来山上千寻塔 文说鸡鸣见日生 不畏浮云遮望眼 四元生在最高层 也有指缘生在最高层啊 哎 这里是什么意思啊 前面你看仍然是在说这个 哎 飞来风对吧 这个状 这个飞来风的这样环境啊 他的这样一个形态啊 等等 哎 作者借灯飞来风灯塔的这样一种 哎 感受呢 表达了自己对人生的一种 哲理性的认识 只有立足高远 才能够排除种种迷雾 看到事物的本来面目 也就是说 哎 因为啊 我身在最高层 所以我不害怕怎么样 这些浮云能够什么 遮住我远眺的这样一个眼睛 对吧 哎 我不害怕 因为我在最高层啊 好 那么这个观点呢 至今对我们来说有很大的启发 无论生活或者学习都要有一个较高的立足点和较为长远的目标 只有这样他才能避开种种假象的迷惑 排除前进道路上的种种障碍 向理想之境迈进 对吧 所以说在这里灯飞来风不仅仅是一种灯的 就是攀登的一个感受 哎 他从这样一个简单的这种活动中感受到了 哦 原来不为浮云遮望眼 自圆生在最高层 也是在劝接着我们 告诉我们怎么样 其实只要站在最高层 你也不害怕那些假象的迷惑 那些误导人的这样一种假象 误导人的这样一种偏路 你就会知道自己的方向在哪里 会看得更清楚 看得更远 自己的目标方向也就更加的明确了 对吧 还有一个 哎 提起灵地 横看成灵 侧成风 远近高低 各不同 对不对 其实这里也是有一点的 对吧 哎 也就是说我们不同的人在不同的角度看事物是不一样的 对吧 这也是哲理啊 其实哲理师中啊 有很多很多 各种各样的舍利的 比如说我们刚才这个 等 等闲时的东风面 万子千红总是春 哎 我们知道这里其实他也是在说 我们说 哎 一种 这个春风话语的这种 教育的这种品质 对吧 哎 你能够教书育人 能够教育感化你的这样一种学生 所以说啊 我们再重复一下 刚才我说过的 哎 春风 是什么的 春风是什么样 春风是什么样 暖人的 嗯 春风暖人 那么下雨 遇人 一样的哎 两个是这样一个对称的对吧 春天的风是暖人的 夏天的雨是遇人的 都是其实有一点点这种 比如说好的这样一种行为啊 道德啊 能够感化 或者教育他人的这样一种感觉 你看春风能够暖人 夏雨 可以遇人 在这里我已经无数次强调了啊 在我的课程中 夏雨 遇人 就遇指的是哎 一种动词 对吧 前面的雨是滑来滑来的雨 后面哎 名词变作了动词 遇人 感化人 所以啊 从今天的这样一种诗歌的分析和这个体会中 虽然我们列举的诗歌不算太多 但是都是名句 大家如果可以背的话 尽量都背下来 另外就是我们从诗歌中感受到了古人那种细致观察力 他能够看到春天的一片 一个心长的哎 嫩芽 可以看到夏天的雨滴 可以看到秋天的落叶 可以看到冬天的飞雪 同时他又能够看到诗歌中哎 在我们人生种种时期不断经历的那些情感 以及不断体会误出的这样一种道理 所以说诗中景诗中四季诗中情诗中礼 都是我们可以在古诗中能够哎 体会他的魅力并且引发我们思考的 下一次看诗的时候可以做一个进一步的联想 让你的古诗哎 让你的世界里有古诗这么一点点的点缀 变得更加的松腐作才好吗 那么今天的节课就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都有收获 我们下一讲再见 优优独播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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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